大家好 这段时间是沙漠玫瑰快速生长的季节 所以我们养沙漠玫瑰一定要抓住这段时间 改善我们的养护环境 让它生长一大波 虽然说沙漠玫瑰它比较耐高温 但是还有一点它是非常怕的 就是怕闷热 如果说一闷热的话 我们给它浇雪了 那么就容易导致沙漠玫瑰的根系出现腐烂 虽然说沙漠玫瑰它的茎干比较大 但是它的根须是比较弱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养护环境 不能给它太过一闷 热一点没关系 但是不要闷 而且最好避免中午的阳光 不要给它在中午阳光直射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最好给它遮一下阴 早上或下午给它晒一下太阳 也不会影响太大 但是切记要避免中午的阳光直射 避免灼伤叶片 由于这段时间它生长迅速 所以我们要适当给它施肥 这段时间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控饰肥 因为这种控饰肥它的肥效会比较缓慢一点 用化肥的话它的肥效太过于强烈 容易造成沙漠玫瑰出现肥害 因为温度高 有时我们浇水的时候 如果没有及时的吹干的话 是很容易出现肥害的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养沙漠玫瑰 还是着重于要改善我们的养护环境 给它多通风 给它放到最通风的地方来养护 那么就能让我们的沙漠玫瑰在这段时间 生长得很茫盛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